字幕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这节课是由我们潘宥谦潘老师带来演讲 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谢谢 谢谢 今天這課 這個課程 它不是什麼 很深奧的道理 這課程是我在 參與民政府的過程當中 參加民進府的過程 慢慢去思考 去翻譯 為什麼我們今天 台灣會變這個樣子 為什麼需要 有民政府開一些課 放棄我們大家 喚醒大家 我們原來的身分是什麼 我們有一個目標要往前走 為什麼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這個整個課 都是我的一個反省過程 希望這個課可以放棄大家 對這個我們過去 不知道我們的生活目標 在哪裡茫茫廖廖 沉睡的過程當中 咳茫過來 解讀與解讀是今天的主題 然後 會有看一些影片跟圖片 希望大家能夠專注一點 然後如果手機 手機請關震動或者是關靜音 不要干擾我們上課的過程 我們解讀 第一要點就是要解那個思想裡面的讀 我們屬上裡面有很多讀 那些讀就是賺五片差 不對會計六關 那就是思想的讀 1945年到2014年 今年都要好69年 我們說69年 69年就是由1945年開始計算 都要69年了 騙到我們都不知道 蛤 原來我們台灣是這樣 大家有買新台灣論 有新台灣論 有嗎 還沒買就去唱一下我看看 好 你有買 你給我看看 新台灣論就是這本 這本就有很多民政府的論述 以及一些資料在裡面 這裡面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 很多有關於我們身份的東西 我們初期班 最后還有兩星期後有一個科技班 有時間 把這個東西補起來 以後還有法理電招 上面這裡我們把它補起來 因為我們 這是一台火車 我們在起走 我們有一個目標 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在那裡 我們在起走 所以如果可以 我趕緊坐起來 我們經過69年的 教育思想混亂 來 什麼叫空氣 有的人經過空氣 有的人有嘛 我沒有 但是我不知道空氣 沒有經過空氣 但是有人喔 有人經過喔 可是他忘記了 他忘記了被教育之後 用夠了 思想偏差 我們來看一下案例2 看一下案例2 這是羅賓家一個演唱 阿伯採訪的 給他採訪的啦 給他採訪的啦 阿伯採訪的 你沒有美空氣嗎 沒有啦 我小小孩啊 阿伯採訪的 你不知道什麼人跟我們 跟我們講講啊 阿伯採訪的 日本跟我們講講啊 阿伯採訪的 阿伯採訪的 你現在住在台南 台南 對呀 在台南 對呀 在台南 對呀 所以你的印象就是 日本人跟我們講講啊 對呀 對呀 我們美空空的 阿伯採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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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日本人跟我們 日本人跟我們 對呀 那時候日本人跟我們 那時候中國來的 中國來嗎 中國要過來呀 你早後來 中國不來呀 中國不來 那時候 日本人要回家 我還知道 那時候死了 好 我們緊張 這阿伯 我們不能怪他 因為 他也相同 受到 六十九年 測五的教育物念 你我都一樣 我們當中 都有太多錯誤的 那個教育資訊 跟價值觀 被植入了 我們被殖民了 被知那人 殖民很多 知那文化思想 在我們裡面 我們今天整個過程 是要把這個東西 剔除掉 恢復我們本土台灣人 原來應該有的 文化 跟思維 來 兩歲 美鳳空和 兩歲躲那個 空時 那時候 日本要慣了 日本空是台灣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放鞭炮 會拿到你家裡的房間放鞭炮嗎 這個就是放鞭炮 拿到家裡的房間放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日本管理台灣 然後日本還拿飛彈炮台灣 這是矛盾的 這就是賊王 不能怪這阿伯 我們如果不知道 我們可能也是 日本空是台灣 中華民國加台灣 經過69年的洗腦 就會變成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就變成是這樣子 這個叫做錯誤的 那種思想價值 思想觀念在裡面 這是台灣人 今天最吃力認知的問題 今天最吃力的問題 我們的認知的問題 錯誤了 錯誤了 中毒的現象 以下來看一下 中毒的現象 這個 我們槍材 拿這個車連拜 說我愛台灣 是不是 出國 看球賽 拿這個 青天白日 張開 我愛台灣 然後一堆台灣人 鼓掌 愛台灣 這叫中毒的現象 中毒的反射現象 只要一看見這個 大家就 激起愛國情操 結果問題是 這個東西不能代表台灣 這個東西是一個外來的 一個佔領政府 它的象徵 它的符號象徵 可是經過69年的教育 我們把它當成是自己的 是這樣子 這個也是 他說 愛國正妹 還法賽揮國旗 揮這一支國旗 這是哪一支國旗 這是誰家的國旗 哪一國的國旗 黨國教育 黨國教育 就造成我們對這種東西造成混亂 年輕人應該有玩過那個 類似網路遊戲什麼爭霸戰 魔獸等等 你的群組或者是你的團隊 佔領到某一個地區 一定會有一支你們的對齊 那個就是佔領 懂嗎 那個就是佔領 可是我們已經忘記了 大家玩遊戲玩得很高興 這個有很深的意涵 所以你如果出在外面 你如果看國稅局 頂口 在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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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上個禮拜一的中午 上個禮拜今天的中午 你吃什麼 你都忘記了 你兩歲你會記得 兩歲他不太有什麼記憶 我阿公大政11年 大政11年是民國幾年 11年 大政1年就是1912年 他大政有15年 之後就是昭和 那我阿公那個時候 他是清醒 就是不是清醒 他是比較沉忍的 比較大 他知道空氣 他說他在頂口 聽到聲音的時候 就要打下去了 你沒有打下去 炸彈一來 一炸 甘蔗 甘蔗員 腰部以上的甘蔗 全部都斷掉 然後他就真的看到 有人沒有趴下去 就身價下半身這樣子 那是我阿公的記憶 今天來民政府找到很多資料 很多訊息 鄧英文 我們如果說 都對對對 白痴就是騙 這一個黨國教育的精神 我們如果說 中國人 只有一季 叫做騙 不然就是白痴 可以改成中國教育 因為他以前在日本時代 他做老師 他做當老師 然後他自以為是中國人 自以為是漢人 日本的同事 老師就跟他辯論 他說中國人有十大缺點 他不信 他跟他挑戰 你那個缺點 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你的偏見什麼 跟他辯論 改變就對了 變到這個 受選領 選擺 1945年的時候 他來看到中國人 對對對 日本人看中國人的習性 完全正確 他終於知道 原來他不是中國人 他是本土台灣人 是這樣子 來 我們來看 騙大家騙到多少錢 不是國旗的國旗 你只要上網找這個 Golbo Golbo Flag 這個網址 或者是你搜尋 全球旗幟 世界旗幟 這個就會出現 那你看 這一面其實是海軍軍旗 他在所謂的 中華民國十年的時候 才變更成中華民國國旗 實際上真正中華民國國旗 是這一支 五色旗 五族共和 五色旗 所以說不是國旗的國旗 我們拿海軍旗 他們拿海軍旗 我們把它當成國旗 這樣 沒有台灣的憲法 大家知道中華民國的憲法 是不包含台灣的嗎 它的固有僵力 是沒有台灣的嗎 然後我們一堆人 熱臉貼他們的冷屁股說 我們的中國 我們的中華民國 然後到現在說 我們現在的治權只在 什麼金馬台澎 莫名其妙 只要你來這邊讀這個國旗法理 你用這個國旗法理 你把它尷尷下去 你就知道很多新的東西 很多假的東西 走出來 中華民國憲法 定於1946年 全身是1936年的 中華民國憲法的草案 五五憲草 五五憲草裡面 它固有僵域的家 蒙古在這個時候的建國 這樣 這樣 繼續 大家在講台灣 你要看這個時間 1936年 我們就是日本人 我們日本統治的 日本治理的 來 我們來看這張 1978年 1976年是美國建國 然後它150年紀念 開國150年紀念 是在1926年的時候 印了這個郵票 大家慶祝 盟友 盟軍要紀念 要慶祝 你仔細看這個郵票的最下方 美國鈔票公司 那時候中華民國根本沒有印鈔票 沒有印郵票的技術 所有的東西都是美國印給他的 仔細看 你不要想說這個美國國旗是在下面 不是 它是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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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這張圖 台灣有在中華民國的領土裡面 沒有啊 沒有銅色 是不是 如果他們在哪裡 銅一塊石 現在也沒有在裡面 這證明台灣 跟中華民國跟中國都沒有關係 沒有漢賊不良力 都跟我們騙 是不是 漢賊不良力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 我就是漢賊不良力 我有骨氣 我就退出聯合國 來 誰退出聯合國 沒有人退出聯合國 中國這個常任理事國 完全沒有退出聯合國 是常任理事國 中國的這一個代表政府 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其中一個退出 其中一個退出 因為另外一個被承認 其中一個被逐出 逐出 這是滾出去 趕出去 趕出去好像很難聽 怎麼可能 聯合國那麼文明的地方 怎麼可能會做這個動作 有 有證據 這個就是那個時候的那個文件 2758文件 你注意看 下面 這個下面 下面這邊有寫 逐出 決定 決定 這個決議就是決定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 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 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 驅逐出去 大家想說 民政府 外面聽說是詐騙集團 這會不會是你們偽造的文件 大家看英文 我英文又不是很好 那麼厲害去偽造這些 那麼多的文件 那麼多的那個書籍的資格 然後那麼費盡苦心找那麼多資料 印了700多頁 1000多頁的資料來騙大家 怎麼可能 這些文件都是你可以找得到的 不是民政府才能提供給你的 你只要上網就可以找得到的 這邊 Expel 立即逐出 逐出 逐出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誰退出聯合國 根本沒有人推出聯合國 是蔣介石代表被逐出 來 所以來喔 我們來解套一下 你看這個段句 這個 1971年台灣推出聯合國 為了重返聯合國 我們主張公投入聯 你認為這一個話是對的請舉手 你認為是錯的 你認為是錯的請舉手 為什麼錯 為什麼錯 台灣沒加入 你說台灣不是國家 也對啦 這個要這樣套 沒有 台灣沒有加入聯合國啦 沒有加入他有退出 我不是社會的人 我四處 我四處的人說我退出社會 這樣對 台灣根本就沒有加入聯合國啊 哪有退出 退出也是解釋過後的 其實剛剛給大家看文件 他根本不是退出嘛 是蔣介石的那個政府代表 他被逐出嘛 他不是退出 來 既然沒有退出 沒有加入就沒有退出 哪有重返 這是一連串的邏輯性問題 他不可能前面對 後面錯 然後再來對又錯 他一定是前面就錯了 他的前提就錯了 台灣不是國家不能加入聯合國 也沒有加入聯合國過 所以就沒有退出 沒有退出就不必重返 不必重返你來公投錄什麼東西啊 這個斷句就是這樣子去分析 來 違法的假戒嚴 大家有經過戒嚴吧 至少 30歲以上的有經過戒嚴吧 你知道戒嚴連戒嚴都是假的 你知道嗎 人家說戒嚴 我們很緊張的 晚上10點過都不能在外面 外面外面 明明就真的啊 實際上我們有發生啊 我跟大家說 國際法你檢驗下去 那怎樣 中華民國其實 流亡政權它是亂來的啦 來 1949年5月19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主席 兼台灣警備總部司令 部告戒嚴令 簡稱台灣省戒嚴令 從5.2.0.0時起 在台灣佔領全境 包含加加加加實施戒嚴 軍事占領就是類似一種戒嚴狀態 不用再頒布一次戒嚴令 戒嚴令是自己的國土 尊重大的圍結 自己的領土 自己的國土 遇到重大災難 或者是戰爭的時候 宣布的一種緊急狀態的命令 所以宣布戒嚴令的意思就是 這塊土地是你的 這是前提喔 你才能夠宣布戒嚴令 如果不是你的 你又在軍事占領 占領的意思就是 占領的意思就是 那塊不是你的比較占領 那塊土地不是你們家的 不是你們國家的 這樣才會占領 占領不需要再頒布一次戒嚴令 所以注意看這個時間點 520對台灣民國這個時間是很重要的 520 來 戰爭法規定 軍事政府所挾之領土 被視為外國 荒謬就是荒謬在這裡 你想說 我們在這裡頒布美國戒嚴 這樣就陷入了 美國頒布中國戒嚴 就是這樣意思啦 還頒布白人的土地說來戒嚴 這樣意思是什麼 他要跟全世界說 台灣我這麼領 現在變我的土地 他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個我們 如果有那個 戰爭史回顧第三冊 第二百三十九篇 不是那個戰爭回顧史 還有另外的 第三竊 239篇跟240篇 這裡面寫的非常詳盡 戒嚴根本就是一個謊言 一個荒謬的事情 台灣人不知道 戒嚴喔 怎麼乖乖 為什麼乖乖 因為 一開始我們的僑人 頭人 在2禮拜的時候 都沾掉了 你要知道 2台喔 2台才能出1台的 宿宿 宿 阿公 他們的時代 就是 阿祖 太祖 2台 不會用出來的宿宿 宿 去外國留學的 那個時候沾掉了 沾掉了 我們就回來了 僑人 還是說 美貴228事件 大部分知識分子 如果有躲過的 不敢講話 沒躲過的就過世了 就是被 被砍掉了 以至於 我們沒讀書 是不是 我們這裡沒讀書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要有這個國際法 假的首都 中華民國假的首都 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哪裡 在哪裡 有人說台北 台北叫做假的首都 南京就是真的首都 這是新聞說的 首都在南京 南京 中國民國死了 死了 死了他也在台北 為什麼死了會在台北 對 離開了 離開了 離開就死了 離開就是死了 因為有一個取代他了 有一個取代他了 他在南京 後面的中國人 都有一種時性 以前人做的事情 都是不好的 他要完全掃除 政府 所以你如果住南京 我就住北京 這樣 他前都的意思 就是 那就是 地方的地陰林 這個 後台 所以我沒住那裡 我就住北京 所以風水的官僚 那也是中國來的 很多都是中國來的 所以 南京現在在台北 就是這個 官員 他是流亡政府 你如果去維基百科 你會怕流亡 還是那個 Government Government in Israel 這樣 你把它查下去 你就查得出來 中文版本 他沒有寫 ROC 流亡 英文版本就有寫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 有時候網路 在查資料的時候 減少 用中文 如果你英文能力不錯的話 你用英文查詢的資料會更真實 更多元 更正確 因為我們中文世界是被封鎖的 或是被過濾過的 來 這就是中華民國 流亡在台北的原文 Chinese government in Israel in Taipei 所以頭尾的縮寫 叫做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的原文是這樣 有一個英文老師說 不是啊 不是這樣子 不是啊 不是啊是怎樣 中華台北嗎 他說對啊 他叫中華台北 Chinese Taipei又是什麼意思 就是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原文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你要想說 為什麼不是Chinese Taiwan 還是Chinese澎湖 他還要Chinese Taipei 流亡政府的意思就是 就是離開自己的領土 到他國的領土 但是只能被限制寄居在一個城市 一個城市 所以台北的就是一個城市 所以我們說台北就是什麼 中國誰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就是流亡的那個狀態 中華民國用來騙台灣人的 他是來騙台灣人的 他對裡面台灣人都說 我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還存在 變得要死 現在中國那個國民黨不變了 中華民國他也不覺得 存在與不存在 有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 民進黨卻把這個神主牌匯 拿回家拜了 來 我們來改台北的北 剛才蘇生的北 我改開了 改台北的北 台北 是一個 一個過去 我們不知道國際法 一個 亡亡 一直覺得說 這樣這條路走是對的 健康會怕三十幾年 但是走到現在 也只是走不出來 我們在說的就是國際法 國際法一定有一條路可以走出去 走到一個 我們轉圈圈圈來 我們國家的圍地 這樣 要做店 來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比方說 佔領是什麼時候 我才稱為佔領 兩國交戰的時候 只要其中一國 踏到另外一國的領土的那個時候 就開始 就實施佔領 拔拔拔拔拔拔 看什麼人贏了 拔拔拔 他就是 占領了 他就開始占領了 所以美國在一九十五年 他登入 有球的時候 就佔領了 佔領的時候就設軍事政府 軍事政府同時也設民事政府 就是我們說的民政府 琉球的軍事政府跟民政府 那個是同時存在的 蔡小姐她說 流亡政府就是中華民國 不同的時間點 她又換了口徑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那69年就是這樣子被呼嚨 如果民進黨的這些人 他們知道法理 然後卻又故意這樣子講 那個就是真的該死 誤導台灣人 因為這兩個如果等話的話 來我們用邏輯來看 流亡政府等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說流亡政府等於台灣 該不是 那台灣就變成流亡政府 是這樣子嗎 流亡政府是等於中華民國 沒錯啦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認賊做父的典型 林采這老伯就是這樣子啦 將流亡政府當成自己的政府啦 我們今天要擺脫的是這種觀念 因為當你擺脫這種觀念的時候 你就會認清到 原來我們有一個身份在 一個國家的身份 一個國籍在 采就是流亡政府啦 我給大家看 來開一下那個全途絕育文 民進黨的全途絕育文裡面寫的 很多人支持民進黨 但是沒有在關心 民進黨到底開了什麼會 寫了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第18頁 往下看 再來 我們來看中央這裡 他說 他在這個全途絕育文裡面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其領域緊急於台澎金馬 與其附屬島嶼 以及符合國際法規定之 臨海與臨街水域 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 稱為中華民國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的金元 他們說的金元就在這裡 他們的全途絕育文就死了 現在我們剛才不是說 台灣本來就不屬於中華民國的 是不是 本來就不是 在憲法上就不是 可是他又宣稱憲法的什麼 那個領域 主權領域 是基於台澎金馬 他本身就衝突跟矛盾了 本來就不對 他再跟我們騙 再加強 再支持他 再騙下去 就是這個 他再說 與中華民國 人民共和國不隸屬 有關任何獨立的現狀更動 必須經由全體住民 以及公投方式決定 有關獨立的現狀更動 到底現在是有獨立還是沒有獨立 他說現在的主權獨立了 好 關掉 所以這個東西就跟我們說一件事 所謂的本土政黨 其實也不是什麼本土政黨 他只是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分一杯政治的根的一群人士而已 他不是真的要台灣變得多好 表面上選舉的廣告都說 加油 加速 會改革 有新的 都假的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這個東西 我們要把它 擠在我們的 把它收到我們的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因為當我們等於台灣的時候 會產生很多的後遺症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流氓政權不是台灣的政府 請大家在語言上面要開始改變 改稱中國不用大陸 改稱中國不用大陸 因為我們用大陸的話就表示什麼 我們是離島 他們是大陸 改稱中國不用大陸 改稱中國人不用外省人 假設 我舉個例 我舉個例 我假設 我稱你為外省人 這個話的前提是什麼 我是本省人 對不對 我說你是外省人 這個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是本省人 你是外省 江東省 我是本省 台灣省 我們都是省 我們的省 中午有一個大的國家 叫做什麼 同一國 所以你說外省人 就是你生人 你跟那個外省人 同一國 所以改稱中國人不用外省人 改用西元年不用民國年 年輕人你幾年次出生的 83 這個就是中毒了 開玩笑了 因為我們習慣用中華民國的年號 來記錄我們的生活事情 記錄我們的生日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思想中毒戰 所以我們的語言表現出 我們裡面的思想 你都說大力 還是不是 在中國 你說中國 我們就說大力 大力是第一名字 俄洲大力 阿洲大力 米洲大力 米洲大力 非洲大力 這大陸是地理名詞 Main land 來 我們要採取一個 跟國際一樣的認同一宗政策 大家同不同意 有沒有不同意的請舉手 沒關係 你覺得一宗怪怪的 認同一宗怪怪的 我相信沒有舉手 因為大家覺得怪怪的就不會舉手 我把那個怪怪的挑出來 到底哪裡怪 你只要那個思想的那個節點 只要一打通你就知道為什麼會怪怪的 全世界都認同一宗 因為一宗的意思就是這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沒錯吧 一宗不是中華民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剛剛有講了 中國的那個代表 就是中華民國人民共和國的那個政府 它是合法 唯一合法的政府 其他就是非法的 那承認一宗會怕對不對 宣言一宗會怕 怕我們去用統一 是不是 大家會怕 心中會怕 你會怕嘛 對不對 會怕我們去用統一 因為承認一宗 我們現在又說 我們的領土 我們會怕他統一 來 那個人是誰 怕我們去用統一 那個人是誰 台灣人 好 很好 這個台灣人很好 美國人生臨一中 一個中國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人敢會怕那種統一 日本人生臨一中 日本人敢會怕那種統一 為什麼台灣人敢怕那種統一 不是啦 大家都沒想到那個均勻的問題 均勻的問題 均勻的問題在這裡 我們叫我們是中國人 對啦 你叫你是中國人 因為我們拿在新聞前就是中華民國國民嘛 因為你沒有任何一個文件 證明你是台灣人 我們已經是外國了 我們已經是 認這個政府做我們的政府 認這個賬款做我們的賬款 動作是自己台灣人的賬款 所以 帝宿告說 喔 不可以生臨一中 耶 我們的生臨兩中 他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是中華民國 所以 不敢生臨一中 是在這裡啦 生臨一中的前提就是 你 不是 中華民國人 但是你的三選問題 我現在就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 中華民國的那個護照 我就是 給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要用的錢也是這樣 不用做 我們慢慢來討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這個我一直會照出來 家共大家的印象 來我們來看 統獨思想的來源 大家講什麼統獨思想的來源 知道嗎 不知道喔 我 前幾天想到 欸 統獨思想的來源 其實是很奧妙的 他就說 你知那武裝難民 就是中華人來台灣 大家有聽過嗎 說什麼 以前叫做 老鴨子來台灣 老鴨子來台灣 他們是志願的嗎 這群人 都走的嘛 有些人捏來嘛 說政產說 喔 要去哪裡 在這裡就來了嘛 為什麼要捏這些人來 經過 我們阿公的口述資料 他以前 他一直做的老師 做到中華民國來 一直做到退休 所以他跟那個學校的那個 我們說 校公 他說那個 用國人 那種的 好像 真的能夠膽 他跟他問說 你是怎麼放之後來 他說那個時候 因為要撤退啦 要撤退 我如果要 要領多少錢 由班長成白長 白長成連長 我要照撤 照撤要有人 我快抓一個人 你什麼名字 我照撤上去 我就姓冠 林君祥 但是 要走的時候 這些人 沒有名字 就拖來 這個人裡面 有的 沒辦法 他是做兵 他對抗共產黨的軍隊 他是打的 他要打命 打來台灣 打來台灣 其實也不是打來台灣 是美國把他帶過來 因為盟軍戰贏 戰贏 我們日本 他們來 他不是志願來的 有的不是 有的是 他們很想要返鄉 所以 過去有一個所謂的 返鄉 老兵返鄉的一些政策 他們很想要返鄉 有的來 有的來 他很怕共產黨 很想要返鄉 他不在插共產黨 怎麼會 他知道 他那邊有家人 有妻小 他想要回去 這樣而已 這種人也很可憐 這種人也很可憐 所以 仇恨共產黨的 跟國共一家親的 兩種人 有兩種人 這頂人 流亡賬款 他們帶一羽人來 這頂人 他有兩種 形態 心思上兩種形態 然後仇恨的就會獨立 仇恨的 國共一家親的就會統一 思想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仇恨是仇恨中國 國共一家親 一家親是親中國 然後仇恨的 國共一家親的 來到台灣的時候 這一塊是我們大日本 我們日本人 我們是他的敵人 他們不團結可以嗎 他們一定要團結 無論他們想要回去的 或是不是自願來的 或是自願來的 他們來這邊執行占領 他們必定要團結 所以那個生懶的票 一定回到生懶 一定的 因為要團結 因為我們是他們的敵人 在戰爭上面 當然我們也有親人 我們說這支那難民的好代 我也有 我們現在是在說法理上 就是這樣去分析 他們一定要團結 中國人最愛日本人 因為他高雄也是這樣小腦 這問題來了 你我的阿公阿祖就是日本人 在國籍上面 今天在講的日本人 不是說你的DNA 你的血統 或許有人有 但是我們在講你是日本人 不是在講你是日本血統的人 這樣混合政策 是在國籍認定上 那中國人恨日本人 他來砍掉我們的上一代 然後再教育你的下一代仇恨日本人 這個教育是很奇怪 很扭曲的 為什麼 教育你的下一代仇恨你的阿公阿祖 就把我們洗腦洗成現在這樣子 都叫我們仇恨日本人 所以你就會看到那邊日本鬼子 日本人有在沒體 這種都是仇恨教育 然後我仇恨日本人 然後到最後 我的阿公阿祖 他們這個日本人 國籍的日本人 下一代的我們 卻變成是中國人 大家不覺得奇怪嗎 因為他們代理美國佔領 掌控台灣的資源 當國共對立的時候 國共對立的時候 就是區分開來 可是當國共和解的時候 就合併在一起 對立的時候 反共抗惡 對抗共產黨 萬惡共肥 那是他們在對抗萬惡共肥 向我們有什麼關係 結果他就聲音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漢人 你們祖先是以前來的 我們是以前來的 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從那裡來的 所以我們都是同一國 我們怎麼對抗那邊 我是政統 我是漢 他們是座 對啊 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跟我們教 當國共對立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教我們 我們也笨笨的 喔 還要去那提政部 像這個的時候 騎去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裡擠在靠 像自己的祖公 所以今天 這就是 統獨的根源 思想根源的由來 所以當你仇恨共產黨 仇恨中國 他們知那人自己 中國人自己仇恨中國人 他們不想要被共產黨追殺 來到這邊佔領台灣 又有資源 又有稅金可以抽 又過得很好 你們台灣人又很好管 又很好教育 洗腦洗一洗 你就變成認同我了 那我又要逃避共產黨的追殺 那我們來獨立 獨立的前提就是 你是一個國家裡面 從那個國家裡面 脫離出來叫做獨立 所以獨立的前提是建立在 你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樣子推論到這裡大概清楚吧 所以獨立的前提就是 你才有獨立的那個意思 我從我家裡獨立出來 就是脫離我爸爸媽媽 所以我從我家裡獨立出來的前提 就是我有一個家裡 有一個爸爸媽媽這樣子 所以獨立的前提就是 有一個共同的 公約數叫做中國 對啦 這些獨立的根源 脫離你的宗祖國 脫離你的母國 統一也是啊 統一是要 你有一個國家 你們現在已經分開了 你們想要回到那一個國家裡面 所以也是中國 難道統一 這些統一的人沒有選擇說 我想要選好一點的 那個法國的正妹比較漂亮 我來跟法國統一 為什麼統派的人沒有跟我們這樣講 為什麼統派的人沒有說 美國比較大 資源比較強 我們來跟美國統一 統派才不會這麼說 統派的前提就是 他們是同一個國家 中國 所以獨跟統都源自於大中國思想 他們在鼓吹態度的時候 台灣人會說 我們台灣人是怎麼說 因為我們比 殖民嘛 我們比這個 流氓政權的殖民嘛 把我們洗腦袋 我們讓他們感到很痛苦的嘛 我們想要脫離這種 很痛苦的狀態 所以 他一直跟我們說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想要脫離中國了 所以我們來自然去挖過他們那邊 其實獨立就是 前提就是 我們就是同一個國家 叫中國 統獨的思想 都源自於你是同一個國家 所以 台灣人被統治了69年 當然痛恨統一 你痛恨統一 你當然想要台獨 就給你兩個選項 你不知道 原來國際法可以帶領我們 走到另外第三個選項去 所以我們都在這個統獨裡面在尋尋 所以 統獨的前提就是一個國家 獨就是從一個國家而出 統就是合併回一個國家 這就是統獨思想的根源 可是獨派的人不知道 他們有一個盲點 他們認為不是這樣子 他們認為獨就是從原地站起來 這樣就獨了 就是獨 等一下我再講那個 台獨的所謂的法理論述 台灣有三種人 不知道 不是 不是 年輕的 老人 跟小人 不是 三種人 台灣想要跟中國統一思想的這種人 第一種 台灣想要跟中國統一的思想的人 第二種 台灣 自中國獨立而出來的這個人 他也是大中國思想 第三種 回歸國際正常化的本土台灣人 就是你們 在座各位的你們 你們來學習這個國際法 就是我們走的所謂的第三條路線 不然統跟獨都是在這些裡面 台獨法句 沒法 所以感覺怪怪 就是這樣 我們習慣性 習慣性 常常做一件事情 做了很久 突然你不做 就覺得怪怪的 台灣民間府不支持台獨 反對台獨 外就是路 外也是方法 方法 方法 方法就是在說的國際法 過去獨牌都沒有人在說國際法 可能有 比較說就說 那個馬關條約 說了 不說了 不然就說開朵宣言波子坦 就說一下 就不去研究 舊金山和平條約是什麼 舊金山和平條約 那些開朵宣言 哪是公告 上面這些協議 Greedment 這些東西 都不知道說 原來國際法人在運作 頂頭還有一個 萬國功法 你如果大家本 新台灣論 就在說到這裡 因為一時下 跟大家說太多 那個 比較細節的部分 大家最多三個都沒有 我盡量 圖像化 大家知道 台灣的人 自己最最最的獨立 第一種 公投路線 公投 經過 這個 台灣國籍宣誓會 他也是在之外 他說 100萬個人辦理身份證 國籍宣誓 像國際宣誓 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人 成立台灣國民議會 擬定憲法草案 成立台灣臨時政府 舉行著名自決公投 台灣獨立 第二種 公投路線 需要全民公投 台灣主權已經獨立 他已經獨立 公投的題目是什麼 台灣主權已經獨立 請問他的公投題目會是什麼 不覺得矛盾嗎 很奇怪嗎 台灣主權已經獨立 那獨立你還在公投什麼 你公投是要統一 所以台灣主權獨立的公投題目 應該是要統一 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獨立了 公投法還需經過 中華民國的立法通過 那你不就寄生在 中華民國的體制下嗎 台灣主權已經獨立了 我們要公投 公投 跟公投法講說 中華民國你幫我蓋一下 通過 通過我們比較來公道 在獨立 這樣你是為中華民國獨立出來嗎 這根本就是 對啦 他沒有管理 來 這是那個 27號的新聞 他講 13個人否定12萬的荒廟據 就是在講公投法 否定掉了 他占領你還給你公投 我給你占領你還給你公投 你要投什麼 大家一直在這邊打迷糊仗 台灣人也看不到 他還沒公平 人民就是主人 是不是都跟我們說 人民就是主人 主人都沒聲音 主人是什麼時候叫做主人 拜託拜託拜託 那時候你做主人 拜託拜託拜託 專家的心情 心情的專家票 好不好 這就是主人 那如果選之後呢 我主人 我選到 他是主人 你怎麼是主人 這就是我們現在 政立聯絡 來 還有一種修憲路線 修憲路線 台灣已經實質獨立了 修憲取得法理獨立 我開始 讀法理 取得法理獨立 建立台灣共和國 請問修誰的憲法 建立台灣共和國 你要修誰的憲法 他拿ROC 就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要修成台灣 這條路如果會通 如果這樣可以 可行的話 任何憲法都可以修成台灣 不是嗎 你為什麼一定要修ROC的呢 可以拿美國來修 修土 修憲可以變成獨立 他不修美國或日本的 還有一種 流亡政權就地合法路線 民進黨他們現在 獨立的 大部分都在走這個路線 就地合法 台灣民國就是台灣 這叫做就地合法 流亡政權不能就地合法 如果就地合法 西藏流亡政權 流亡政府 他在印度 住在德蘭薩拉的城市 他說 我在這裡獨立成為西藏共和國 印度我開瀉 他會你來怕寄居做房子 在我們家 做 六十九年之後 你們家就變你們家 我們家就變你們家 是這個問題 所以流亡政權 絕對不能就地合法 如果可以就地合法 變成是什麼 我就派一個人說 你流亡政府 派到美國的紐約 跟你占 就地合法 紐約怎麼變我 這種叫做就地合法 透過公投 十萬人連署 成為 叫公投成為像瑞士的中立國 瑞士中立國大家知道 你知道瑞士其實已經加入聯合國了 什麼叫中立國 你如果去這個UN的網站去找 這裡啦 這種叫做中立國 你要找他的那個 那個 聯合國的成員 然後A到Z 然後你打這個 那個 那個瑞士的S 在這裡瑞士 瑞士 2002年加入聯合國 有一個中立國啦 梵蒂岡是中立國啦 梵蒂岡想要不加入聯合國 他也是一個國家喔 梵蒂岡多大你知道嗎 差不多我們這個基地兩倍大這樣而已 為什麼他不加入聯合國 因為他是天主教的教皇在那邊 教皇是上帝的代言者 全世界都是上帝創造的 我要加入什麼聯合國 是聯合國要加入過啊 所以加入什麼聯合國 所以他叫做中立國啦 他是歐洲各強國保護者 因為 歐美各強國都有天主教徒嘛 對不對 誰敢打教皇 亂來 這樣一打歐美全部整併起來 看誰 要收你 瑞士都加入聯合國了 說要成為中立國也是台獨啊 也是一種台獨啊 還有一種喔 流氓政權就立合法的路線還有一種啊 透過選舉政黨不斷輪替 已經讓綠營 所謂的本土派人士 執政二三十年 台灣就獨立了 以前那歐洲到歐洲都不會變 航空無鑑啦 這就是體制 體制上的問題啦 然後你執政二三十年 台灣就獨立了 那統派執政二三十年 那變統一了 變統一了 怎麼會這樣 你的制度啦 這就是所謂的政體 政治的體制啦 政治的體制啦 政體 獨立的前提 我們 我們要理解那個台獨思維裡面 獨立的前提 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是誰嘛 獨立的前提就是 你要處於一個國家的狀態 屬於一個國家的一部分 這個就是獨立的前提 沒有這個前提都不稱為獨立 從母國獨立而出 這個是加拿大的 國家的領域 整個加拿大國 右邊藍色這一塊 叫做魁北克省 他們要獨立 所以就滿足了剛剛說的前提 魁北克是 A part of Canada 加拿大的一部分 他是加拿大國家的領土 他要吵著要獨立 是從加拿大這個國家獨立而出 這個叫做獨立的公投 所以我們要獨立公投 我們問 我們是一個國家 台東人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國家 什麼身份 蘇格蘭也要獨立公投 2004年 2014年他也要公投 蘇格蘭是什麼國家 英國 英國女皇 英明平說 不要我們合作會比較好 主管共享 因為蘇格蘭 他那一塊土地 有豐富的天然資源 第二種的獨立就是 你屬於一個國家的殖民地 從宗祖國獨立而出 這塊印度 達蘭薩拉差不多是印度的北方的地方 達蘭薩拉就是西藏流氓政府 這塊是印度 印度以前是殖民地 他是什麼人的殖民地 英國 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他從宗祖國獨立而出 他現在又回到所謂的大英國邪 大英國邪 就是這個大團隊裡面 大英國團隊裡面 台灣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那不是一個國家 大家要思考看看 如果是啦 我們過去這個 說要公道的時候 美國說反對台灣公投入聯合國 如果我們是國家 為什麼美國會反對 美國的民主的國家啊 我們新聞看來看 看來這種東西 過去情感的台灣人很不爽 民主 我們人民要表達人民的意見 用公道來表達我們的意志 我們要走出國際 我們要頂頂這些位 為什麼美國這個民主國家在反對我們 說到這裡就算了 我們又努力啦 我們又努力 應該有新的方法 去聯合國叩門 該名 該由台灣 該用符合謀殺 該該什麼名 我們看一下 可以加入聯合國嗎 問題出題 這裡有說 美國不支持台灣加入 需要國家地位的國際組織 包括聯合國 需要國家地位的國際組織是什麼意思 就是台灣沒有國家地位 根本就沒有那個資格 你怎麼加入需要國家地位的國際組織呢 所以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美國很清楚跟我們講這件事情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但是美國也沒有講清楚說台灣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那種生老過 我們不知道台灣是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過去的歷史到底是什麼東西 如果不是國家是什麼東西 台灣不是殖民地 如果是喔 我們的宗主國是什麼人 如果是啦 我們哪是殖民地 台東人要講 我們是殖民地 二戰之後 我們根據聯合國的憲章 我們的居民可以有自主自決的權利 哪是殖民地 我們宗主國是什麼人 戰爭之後啊 日本投降啊 所以我們沒有宗主國啊 如果我們是殖民地 沒有宗主國的保護啦 印度的獨立其實有通過 人民自覺沒錯 但是他也通過 英國女皇的同意 我們沒有宗主國的保護 中國他就可以依據你是殖民地 你沒有宗主國 你等於是無主之地 我可以人來接而已 這就變化了 如果是殖民地的話 中國可以依照這個程序 變成 台灣是變成它的領土 但是不行啊 美國說這不是中國的啊 從來沒有過激 就是說 究竟那個俄平條約之後 我們從來沒有其他的條約 把這個台灣的主權 讓給這個中國 如果不是喔 我們如果不是殖民地啊 我們要為對獨立出來了 這台獨的路線都不通啊 我剛才跟大家分析都不通啊 那台灣的祖國是哪一個 我們的祖國是哪一個 日本 現在的日本嗎 祖國 什麼叫做祖國 祖先哪一個台 啊祖 啊太祖 太祖 太祖的國 祖國 簡單這樣說 阿祖的國 就是祖國啦 你以為阿祖的日子 到這裡就好了 回家不到了 Center 것이沒有了 空火 那時候就都是 ? 大清帝國的殖民地 做的國 那個祖國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國度 那個時期 有一個國家 有一個體制 把我們變成是一個現代國家的一個過程 從這裡開始我們算祖國 你說又過了 我才知道我十八代以前是什麼國 不可能知道嘛 對不對 那時候沒有所謂的現代國家的概念 這種東西就是制度 大家有新選新文選嗎 有喔 你是怎麼有這張 因為過去我們的祖先 阿祖 那時候 我們有一個制度 運作在我們的台灣 把我們建立 戶口頂本的制度 不知道有這個 這種叫做文件 在法律上面叫做文件 可以證明你的身份的文件 你的身份的本土的台灣人 的來源就是這個東西 簡單 就是可能你是 喜歡 或是一個色 沒有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 我們絕對不是什麼客人 何樂人 我們是說何樂圍的人 本土台灣人 我們是說客圍的本土台灣人 我們都是所謂的平埔族 因為DNA裡面會減染過 我們說我們是漢人那個思維 都是錯誤的教育 可能有啦 可能有 但是那個DNA 或是說那個血統很少 說什麼 你有當孫子 沒有當孫子 有當孫子 第一代當孫子 你是本土台灣人 沒有當孫子 本土媽 第一代你就二分之一 還有你剩四分之一而已 還有八分之一 你的當孫子的血統八分之一 還有這個 八分之七的本土媽的血統 你不承認 你去承認八分之一 當孫子的血統 說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是漢人 我們是何樂人 還有那個杜利的 那優惠 阿公沒有優惠 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一個制度 來 給大家看 19800年有一個電影 動畫叫做龍貓 宮崎駿為 這龍貓 裡面有一些片段的畫面 我把它捏出來 把我們帶回來 在祖國的時代 來 我們來看 這人想什麼看 和服嗎 對不對 坐在這裡想什麼看 和服 大家怎麼有人搶過和服 沒有 不記得了 小時候 來 這個孩子穿什麼衣 有吧 他會說沒有 有嘛 對不對 為什麼你會穿這個衣 我們日本人 這個我本人 這個我本人 這個中我本人 我是來民進府 找找找找 原來我們的國籍 是日本籍喔 什麼口 有什麼口 什麼口 我沒有啦 我跟我就沒有啦 但是這我有穿這個衣 這個我本人說 阿嬤幫我穿的 今天三更不是為了我做的 是這樣 很八兄很八字 這樣團團團 就輪到我穿了 我們 我們那個 大閃爬和鼓仔有日本名 到二閃爬以後 都沒有日本名 為什麼 一九四五年以後 就沒有啦 一九四五年以後 的時代人 我們的時代人 他都會購日本名 有換器 對 對 對 一九四五以前就有啊 對 包含一九四五嘛 一九四六 要就沒有了 來 有看這個嗎 這個 這 有人說碰不 有 這是過去 我們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比較增加的地方 用這種 如果比較多次的地方 是什麼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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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梁那種就是中國的書像 這叫梁頭 那叫水德頭 水德頭 來 這什麼還有 廟歷 什麼還有 這湯室有看過了 小時候有看過湯室 湯室的財質是什麼 還有沒有 其他比較好的 蜘蛛基的 蜘蛛基 蜘蛛基 蜘蛛基就是那個檜木 蜘蛛基 藏木 什麼什麼基 那個基 就是手的意思 這個湯室 我想要說這個湯室的 你要看 這裡有一個框架有沒有 以前的湯室都是框架 有看過沒有 過去我們的文化 美感的東西就是這個樣子 你看現在的湯室有看過漂亮 過去有過膀架有沒有 有沒有 你如果記憶當中 比較年輕的人 現在沒有了 因為現在有電文拍 過去有膀架 過去睡這種門村 對不對 我們不是睡在什麼雙人村 一人村 沒有 我們都睡在這大空城 對不對 中坡 下面可以放什麼 什麼鹹圓 什麼櫃子 對不對 放漢族 對不對 有沒有 我把你們叫 我把你們叫回來 日本國了有沒有 那為什麼這齣電影會這樣 過去就是這樣睡在裡頭皮 對不對 一早就這隻會收起來 孟達也收起來 大家有看過什麼 那哆啦A夢吧 有吧 哆啦A夢住的那個地方 就是放棉被的地方 他住的那個櫃子就是放棉被的地方 日本的那種床鋪就是通鋪這樣子 他們有一個所謂的床 然後好一點的就是 不好 只要不好的 經濟不好的就是睡木板而已 鋪那個棉被 比較好的就是鋪那個榻榻米 就是這樣 為什麼 什麼看著放這裡 昆菜就好穿了 因為會冷 我還把米里的米酒皮裡面穿什麼 會乾嘛 會冷 過去的公車有這個 車醬有嗎 對啦 都有看過對不對 打票 這個也是公職人員 除了司機以外 這個也是車上的一個職位 公職人員 年輕人有沒有看過 還沒有看過 太年輕人沒有看過 後來這個就沒有了 以前的小孩瘋起 整個頭出來吹嘛 我們的民情是這樣子啊 現在你隔壁瘋起 什麼人找 報警就沒有人要找喔 怎麼變成這樣 對 有看過這家車嗎 這是什麼車 人家說空明車 空明車是中國 中國空明 空明 空明根本就沒有做過這個東西 我們要注意我們的師匠 那種空明 天燈的空明燈 那種都是中國師匠 我們要去拿掉 腳大車 用腳大的 天燈是因為 過去人騎買 我不知道台灣人 過去有騎買 日本有 日本的軍艦有騎買 不知道多少人騎過買 但是多數的人坐過牛車 天燈呢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這個天燈呢 後面 怎麼有一隻香 後面 這都載東西的 以前的時候 如果有這隻腳大車的人 在載匯 做生意 這個就 差不多像那麵路的這樣 對不對 這個電費是 他的車後面 有一個發電的 咬咬咬 它就有電了 那個時候 這個東西是很文明的東西 很先進的東西 這還有牌的 有關節 有關節 我要坐這 給我哪個公仔 坐廊邊 大家要坐過嗎 腳好轉 又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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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那個牌片裡面 這裡這裡的image 跟我們說一件事 來 過去 小孩沒有小孩 小孩 小孩騎大胆 小孩是都腳踏過 有沒有 啊 吐的吐的啊 因為你坐不上去嘛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嘛 我看大家 手腳的 就是都會有種經驗 對不對 這樣戴著戴著 啊 你趕到人搗不離 又跳來用卡洞 對不對 小孩現在都電動的啊 啊這個就是過去啊 你注意看喔 這屏東車頭 過期的屏東車頭 過期的屏東車頭 啊我們現在的 所有的 中國流氓健康來的 所有的車站 都差不多提出了 便便 就那個水準而已 但是過期你看 你看 你看頭正在 有腳踏車價耶 我們來看捷運 什麼時候才有 腳踏車價 這都是在放鐵嗎 對啊 就是這個啊 我要說的就是這個啊 這就是文明嘛 台北捷運當時 開始的 有這個腳踏車價 1999年啦 1999年 紅線開通啦 1999年 啊這日本時代就有了耶 要看我們 去讓 這個 中國流氓健康來 抵擬之後 到現在 退步多少啦 這就是我們阿祖的說 有一個音樂品裡面 會喚起我們這麼多 過期的記憶 因為我們就是同一個國家 哪有同一種文化 所以當我們的心來 如果覺得說 我痛恨日本人 我不願意當日本人 我覺得日本下流 日本是次等的 這個想法 其實就是中了 知日納的 讀書教育 因為他無極端的 那個 詆毀日本 所以你只要上Google查詢 你只要打日本人 或者是日本 在中文世界裡面的消息 負面大於正面 你仔細去研究 你打簡體字也是一樣 在中文世界裡面 負面大於正面 日據啊日字 是日據啊日字 日字 日字 用日據 日據就是淘汰 你一本切塊都要淘汰 你的錢塊都要淘汰 手機會淘汰就對了 一塊土地要怎麼淘汰 土地要怎麼淘汰 日本體力叫做日治 這次啦 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過去我們祖國 那個制度 國家的制度 君主制限制 這次有看過 有的人有看過 比較年輕的沒看過 抱歉 有了有了你看過 這樣就對了 吳迪田金剛 吳迪田金剛 你要當作一個國家 我們說國家機器 國家機器 你要當作一個國家 那國家他這個 上面有一個指揮庭 有沒有 上面有一個指揮庭 這個國家機器要運作的 妥當的話 指揮庭 又如同是政府 他要接在鐵金剛上面 他才會發揮功能 但是指揮庭要有一個人 這個叫做君主 我們現在說的就是天皇 這樣 還是這樣類比 君主政府插在鐵金剛上面 人民就是卡手 人民組織就是這個身體 那憲法就是這支寶刀 自憲 君主自憲 1895年的條約之後 台灣就屬於日本治理了 這個條約 你大概注意看一下 這個講和條約就是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他才有跟你說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什麼人 沒有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什麼人 沒有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親旭皇帝 敢這樣寫 沒有 但是他條約後面 他寫什麼 光緒 光緒幾年 他會寫 但是為什麼這裡沒有寫 因為條約寫的時候 對切對割的時候 是國家法人最高代表 對簽 法人最高代表對簽 法人不可能走下來的腳 跟你簽 派代表 受款 李鴻章 李金芳 伊坦博文 陸奧中光 授權派他們去簽 這叫做條約 君主自限制的國家 兩方簽條約這樣簽 這就是條約 你來注意看南京條約 英國簽的也是這樣簽 所以大皇帝 大皇帝 他不會簽名 因為那個國家法人 我們說 台灣主權屬於天宏 那個天宏不是 莫美天宏 是這個天宏 這個尾街 這個尾街 也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理解 可以理解 這就是這個 我們剛才說的 在說的就是 君主自限的 這種狀態的國家 日治就是統治管理 戰爭法的要經過征服 他掛之後 這個土地發現 高砂族 這一邊 這一塊 不是他的 所以他要經過征服 武力征服之後 整個土地的主權 才被建構完成 所以要經過征服 征服是國際法 concred 那個國際法的一個程序 一定會做的 所以不才會發生這些事情 到底1937年黃明化 黃明化要產生出 認同他國家的人民 黃明化不是槍壓著 然後每一個人逼你黃明化 他是開放式的 那時候也有 禁止說台語 也有 但是日本人禁止說台語 我們現在的社團 都會說台語 對不對 因為你們 你們社團人的時候 你們現在的社團人 你們過去是孩子 日本時代 禁止說台語 他們大起來 會說台語 但是 就是中國流氓健康來的禁止說台語 他說他的國語 中國語 我們這後一代 都不會說台語 什麼人在殖民 中國人在殖民 他們要消滅你的無語 高砂族 1942年到1943年 七次替祖國出征 以至於1945年 天皇下的招書 讓我們可以 中文來 中文給大家看 特別是與朝鮮和台灣的住民 加入帝國議會議員行列 你可以參政 你可以做議員 你就是他的國民 你的臣民 其實這個招書 才有我們今天 民政府的來源 所以我們可以參政 我們是臣民 可以參戰 所以才會去禁國神社參拜 在我們的先列 因為我們有三萬九千多名 的本土台灣人 那個時候 他為我們這個祖國 犧牲生命 以前他們的使命 他會被 奉在這個禁國神社裡面 去參拜是對我們的生命 一個禁 就是追師 一種尊敬他們 過去為我們犧牲生命 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拜了他們 我們會合照的大賺錢 怕孫 祖國變得很好 不是這個意思 禁國神社 它是一個很神聖的地方 台灣沒有需要獨立 今天問題 第一 台灣人的祖國是什麼 台灣人不知道 所以今天讓大家看出很多資料 讓你們知道 我們的祖國是什麼 我們的祖國是什麼 我們的祖國是台日本帝國 不是現在的日本國 在國際法院上面不一樣 對啦 現在問題來了 美國破我們沒有國際 我們過去有國際 國際到他們從來不去 這就是我們剛才的問題 所以我們只要遵守國際法 我們今天去辦那個新婚證 是因為美國跟我們 我們跟我們 美國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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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贊領台灣 也沒有台灣人 對不對 中華民國人 中華民國人 哪有台灣人 我要贊領什麼 你就都是中華民國人 因為疫苗輸入年 我們就給一個行政命令 全部變境我們的國籍 中華民國違法把我們變境國籍 變境變過之後 很多人也不知道 知道的人也不一定會同意 我們比較年輕的 69歲以下的 我們就是出世來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的國籍 我們就用變境過 這違反建政法 所以我們修建政法 我們就回歸正常化的國家 再來時刻 台灣獨立的公投再來思考 我們看一下案例3 這個時間馬上按到中間一點 他這個人畫一百度 沒有啦 從頭到尾都沒有人知道以為什麼 在最後一秒 讓人知道以為什麼 在最後一秒 人家才知道他畫什麼 有人看過就知道了 有的人不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嘛 有的人不知道嘛 有的人不知道 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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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左邊 右邊 右邊 好 音樂片 金條 看這個音樂片 大家輕鬆一下 還沒睡 還沒睡 來 這個音樂片 就是跟我們說一個事情 你改變觀點 你有新的關係 今天你的原因 你來這裡 最可就是要改變觀點 我們過去看一百度的觀點 看一幅畫的觀點就是 從上而下 由左而右 有的就是要這樣講 眼睛就要在上 眼睛就要在眼睛的眼睛 眼睛在眼睛上頭 就是這樣看 他整個人左邊圖 圖的時候 人都不知道他在圖什麼 但是當他 整個變改的時候 就知道那是人頭 改變觀點 我們必須要不斷的改變觀點 是改變我們自己的觀點 我們會有新的看見 才知道原來台灣的地位 沒有那麼單純 克里米亞 他剛才有說 他剛才講的講述說 克里米亞是烏克蘭的一部分 克里米亞公圖 歐盟說不合法 我們過去投票之後 公道之後 美國說不可以公道 如果說不合法 我們也不知道 不合法是什麼 就很棄的 全港的台灣人就是很棄的 棄後不知道要思考 如何是正確的 如何是正確的 他2014年就是今年三過公道 台北都超過八聲 他的銀口比雷 我們注意看 烏克蘭裔24% 俄羅斯裔58% 炸彈裔12% 他們在公圖 我跟大家問 這個比例 我們如果換作台灣 中國人24% 台灣人裡面 他感覺他自己是 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 這樣去公圖 統獨公圖 什麼人贏 中國人贏 中國人贏 因為多數的人都感覺 他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現在每天都跟你說 中國投資多好喔 賺多少錢喔 人工的價值比較多喔 了錢的都不敢補 對啦 97%的選民 支持 你們看 那是 人都貼到的資料 97%的選民支持 克里米亞 從烏克蘭獨立 並加入俄羅斯 請問這個公投 是統的公投還是獨的公投 我剛剛已經解釋過 統獨思想來源喔 這到底是統公投還是獨公投 是統還是獨 先獨後獨 克獨之後的下一站是什麼 克里米亞獨立嘛 他獨立公投嘛 他獨立之後的下一站是什麼 因為病回俄羅斯嘛 所以是同嘛 與俄羅斯統一嘛 這就是他的下一站嘛 從國際法我們在對照我們台灣喔 來 誰在支持克獨 誰支持克里米亞獨立 脫離烏克蘭獨立誰 誰 俄羅斯 俄羅斯 說得好啊 烏克蘭絕對不會統一支持克里米亞獨立嘛 疫情統一台灣 顧重支持台獨啦 這就是台獨啊 最早的台獨啊 讓你先獨立 我就可以統一你 你獨立喔 你就沒有宗族國了 很糟糕啊 我跟你說嘛 獨立跟統一都源自於你有一個國家 叫做中國的思想嘛 你都一定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不然你從哪裡獨立出來啊 統一也是啊 所以克里米亞的議題就是 他原來是一個烏克蘭的國家嘛 他獨立出烏克蘭 他要統一回俄羅斯嘛 被操弄過嘛 所以在這個人口比例裡面 什麼人贏 當然也俄羅斯贏啊 當然獨立成功啊 但是這個違法耶 台灣人一堂人不知道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要去公投獨立啦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我們說我們要獨立 獨在哪裡 也不知道我們的宗族國是什麼人在獨什麼東西 這就是獨立的矛盾點 所以你看喔 台灣民主國那時候大清支持台灣獨立 為什麼 因為他是他的成屬國 所以你獨立之後你也是要把我操控你知道 台灣民主國也是要把大清帝國操控 所以他那時候其實是一種聯邦幫聯的概念 雖然民主國是獨立的 但是那獨立不到三個月嘛 就到了啊 這些人都中國人啊 都曾經聲明支持台獨啊 大家都不知道喔 來 孫文說在台灣的中國同胞 在台灣的中國同胞 那標示台灣不是中國的嘛 不然他說在台灣的中國同胞 他就直接說在台灣的同胞就好了 在台灣的中國同胞被日本壓迫 在台灣的中國同胞被日本壓迫 我們就是日本嘛 我們就是日本嘛 我們必須鼓吹台灣獨立和高麗 高麗就是那個韓國啦 互相聯合 毛澤東說的嘛 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 我們熱夜支持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 這是後來他介入 發動韓戰的以為晚贏啦 支持他們爭取獨立戰鬥 這點同樣適用台灣 毛澤東都支持台獨了 誰在支持台獨 剛剛的議題嘛 誰支持克獨 什麼人支持克里米亞獨立 俄羅斯人嘛 現在啊 同樣的議題嘛 誰在支持台獨 你注意看啦 這群台獨的一些領袖啊 他們多少少都是中國背景的 台獨的下一戰是什麼 說出正確答案了 所以你這樣子倒下去 你看整個邏輯性跟你的未來的 他們沒有 如果台獨不照這種所謂的 沒有國際法可以遵循的話 到最後的走向會很危險 台獨似同戰爭 戰爭是跟誰戰 跟誰戰 台獨似同戰爭 我們如果獨立什麼人會怕 對啊 這正確答案嘛 我們過去就覺得說跟中國打 支持你的人為什麼會打你 如果台灣是美國的那個 我們說什麼 腳前竹喔 那 台獨就會變成中國的腳前竹 我們馬前竹啦 我們很可憐的 台灣人不知道你用洗腦啊 我們要去哪裡就去哪裡 這個就盲蟲 我們對資訊是麻痹的啦 我們對資訊是絕對麻痹的啦 我們看一下案例4 去外頭排一排站 準備辦美簽 但有民眾投訴 金門人要去美國念書 簽證上的國籍 竟然要改成大陸 開拿才行 很多這個金門人啊 去申請美簽 要求被關上中國 我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美國在這期間 不能因為金門是福建省金門 就把金門當作是中國大陸 有民眾認為不合理 因為手上拿的 明明就是台灣護照 填寫申請表示 卻要更改國籍 美國在台協會也指出 因為電腦系統分類 金門馬祖屬於福建省 民眾拜美簽十 國籍財會歸類China 好久以來有這個 這個設計不是他們 因為金門就是在不堅強 所以呢 這就是 好像每年就 有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都有的問題 詢問外交部 也只說要再研究 只是金門馬祖人本來想單純辦個簽證 最後卻還要為了國籍傷腦筋 答覆不可思議 KB新聞總和報導 好 請問看有 怎麼解讀 怎麼解讀 看有 金門屬於福建省 福建省屬於中國 國籍要寫什麼 當然也中國 不然要寫美國 我覺得不可思議 他有什麼不可思議 美國人很清楚 外國的國際社會 都很清楚 金門就是中國 所以那些人出來 不論他可以什麼政見 他的國籍認定就是中國 台灣出來 沒有寫中國 這樣表示台灣跟中國 沒有關係 全世界外國都很清楚這個概念 台灣都粉紅色在中國 中華民國這個政治 我們先不要說話 我們粉紅色在中華民國 這個政治鏈域裡面 看有這種新聞 我們就氣氣氣氣 氣了 不會去問什麼原因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你問AIT打馬虎遠 電腦出問題 問外交部說 我們在研究 你就問沒有了 我們就是粉紅在這個 迷宮裡面 騙得很慘 所以你看得到 不一定你看得到 你看到這個新聞 你不一定看得到 他就說 拿台灣護照 請問大家 怎麼有台灣護照 所以日本叫做台灣護照 不是外皮 青是外皮 台灣就是台灣護照 不然我印美國 我就變美國護照 中華民國的軍隊在裁冊 金門裁軍 為什麼裁軍 劃分開來了 沒有對立了 你射軍隊幹嘛 可是媒體不會跟你講這個 媒體說 我們要發展觀光 刺激兩岸經濟 有錢大家賺 媒體就是這樣說的 限制部裁冊 海軍陸戰隊裁冊 這是一連串分散在 我們這個時間軸 這幾年當中 一小件一小件的新聞 那這種新聞都 一個一兩天或一兩次 就不見了 阿帕奇交集 第二次交集 第三次交集 3月19 你絕對很少看到這種新聞 應該不知道這個新聞 3月18發生了一件事情 發生了24天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不知道 3月18學運 學運就連續24天 所有的媒體的版面都是學運 沒有其他的新聞 這是中華民國媒體 一直在操弄 在誤導 在洗腦人民的這種模式 我等一下跟大家說 軍隊買武器 軍隊在裁冊 為何買武器 我公司在裁冊 我再擴廠 覺得很奇怪嗎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什麼人在買 什麼人在戶籍 買到什麼人的 那裁冊還在買武器 言不見為平 來 這裏面有一支拖 大家有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一隻兔子在裏面的 沒有看到的 兔子在這裡 看到 鋪血 來 這邊有一隻貓頭鷹 有看到嗎 有嗎 這裡 這裡 看得對嗎 在這裡 來 另一個角度給大家看 頭鷹 這是大自然的那個保護色 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 明明就在你眼前 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看 我們明明有看到 眼睛有那個光線進來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就在那裡 這個不用看了 來 臺灣民政武功日暑美戰 臺灣現在能處於軍事佔領狀態 大家有看到的美軍 沒有嗎 但是一些新聞都會做出來 但是我們不知道 來 我們看一下案例6 這還牽涉到美軍 在2006年的時候 其實美軍 他們內部也是這個 後勤管理體系也是有一些問題 結果他們錯把 四枚 這個叫做義勇兵 洲際彈道飛彈的彈頭 其實義勇兵是可以裝核彈頭的 的彈頭的它叫追體 就是飛彈的最前面那個彈 不知道為什麼送到臺灣來 但是我們那時候本來 我們那時候本來是跟他們採購 是直升機的裝備 好 那也不打緊 你送錯了就送來 送來之後放在台南的這個 這個行情處 一個基地裡頭 庫房擺進去 擺了多久 一年多沒有人發現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發現送錯了 沒有人發現送錯 我們有彈頭 對對對我們有核彈頭的追體 我們也曾經過 放了一年多 放了一年多 一直到這個2008年的3月 台灣總統大選後的某一天 三更半夜 派了一架軍機 降到這個台中清泉鋼機場 半夜 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事情 最扯的地方還在哪裡 美軍的軍包機 降落在台灣的機場 國防部是不是應該知道 當然應該知道 沒有通報 也沒有通報 我們基地的這個 聯隊長也沒有通報 雷達什麼都沒有通報 那我們空軍都在中心 你聽我講完 你聽我講完 所以這個 有去蹊蹺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結果這個事情 就是後來 AIT的官員 再透過軍中的 所謂聯合系統 情報系統 因為跟他們很熟 就跟他們說 你們庫房裡面 有四個東西 是運錯的 那可不可以 讓我們載回去 就派了這個 上面是掛這個 外置的這個車子 就秘密開到 台南的基地裡頭 然後就把這四枚彈頭 偷偷運到 台中的清泉鋼基地 然後就飛機 就飛走了 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的這個代表 才跟當時的部長 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長 叫蔡明憲 才口頭跟他報告說 我們昨天晚上把這四枚彈頭 載走了 但是現在已經在太平洋了 好 他才發現 居然有這樣的 這新聞 大家看到有 美國的飛鋼基 台語叫飛鋼基 Airplane 那個飛鋼基 飛鋼基 可以來清泉鋼 下去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 一支飛機要下機場 有可能 都沒有人知道 然後就下去了嗎 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裡面有一隻鋼 有一個鋼 有一個鋸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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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人通知 清泉鋼一定有一個塔台 是跟美軍聯繫的 一定有美國聯繫的內部人員 清泉鋼 美國的飛機一下來之後 還開一台外資的車 去台南機場 載兩顆核彈頭 他還可以在 總統大選之前 把他放在那裡 總統大選之後 只要把你拿回來 他說 庫房管理不清楚 美國可以 這種東西 開玩笑說不清楚 黑白送在那裡 這不證明說 美國有絕對的管理 控制台灣 占領台灣 請問美國 怎麼會 沒來沒去 兩顆核彈頭 給他送去北京 怎麼會 這是很奇怪的新聞 但是台灣人 看一種新聞 看完吃飽營營 喔 哇 真憤怒啦 好 好 就過了啦 這事情就過了 你都不會去想說 為什麼 這新聞會這樣 為什麼有這種事情發生 國防部長不知道 美國占領地 他不想來就來啦 他剛才就跟你說 要跟你說是尊重一下 我就帶一個東西走 不跟你說也沒關係 他的占領地 那個中華民國 流氓政權 他這是代理 美國來占領 為什麼代理 你看這個新台灣論 你就知道為什麼叫代理 所以我們要提升 我們的解讀人力 我們一定要趕緊提升 我們的解讀人力 因為現在的新聞 你看得不到 看不到就很像 第一個要自我超越 所以我們先不要看 自我超越 就是你擺脫你受限的角度 我們如果看事情的角度 我們固定一個角度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就可以看出新的東西 他剛才那個 貓頭鷹也是 我們真正的角度 我們看不到 我們從旁邊看 我們就知道那個貓頭鷹 我們換一個角度 擺脫我們受限制的角度 你如果沒有充分資訊 你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煉獄台灣 煉獄台灣 我們常常在這裡輪迴 什麼叫輪迴 在這裡 政策議題 和事 軍中人權 台南鐵路東宜案 這都叫做政策議題 媒體炒作 再來抗議遊行 政治解套 政治收割 所以你們要怎麼看 學運就是服貌 媒體炒作 抗議遊行 50萬人 一個學運可以提用 把人民的那種社會政治能量 提用50萬人上街頭 之後 對這個服貌完全沒有作用 再來政治解套 大家要利益沒有 什麼人去解套 立法院 抗議那些人 什麼人去解套出來 忘記了 王金平 王金平 就解套出來了 抗議之後說 我們沒有贏也沒有輸 那是什麼東西 今年年代 九合一選舉 還回來 如果出事的時候 氣爆政策議題 媒體炒作 還沒抗議遊行 再回來 事實還沒抗議遊行 因為要選舉 現在媒體一直炒作 一直練 練那個彈曲 練 練好倒 選舉 國民黨就贏了 我們都在這裏面 在抗議 所以我們都在這裏面 控制都是這裏面 的輪迴當中 除去刻板印象 除去刻板印象 拋除舊的思考認知方式 拋除舊的思考認知方式 今天不投票 明天沒票投 我把我們說現在 然後 如果你還在戀獄當中 就是因為你還認同著 參與流亡政府的體制 因為你們在參與當中 一直在持續 供給這個制度運作的養分 然後選舉就是 一直平凡式的選舉 分權式的選舉 我聽過選舉 選了投票之後 我們割題 比較多 草莓 230塊 不分 不知道 選舉有保主 金副薇就來 聽人家說的 是不是 聽人家說的 怎麼去辱 弱 請 聽人家說 有金顾 选前都是神圣的一票 选后就是从你的口袋拿钞票 这个是有依据的 这个第43条 回去找 不要说我在这里有没有说 回去找 选择后他有说 这个43条 他说每票补贴新台币30元 你哪待选区达到1 2以上 这个 每年每票50元 立委一年四年 每年每票50元 200元 他都要每票30元 230元 想要九合一 你说 太浪费钱了 合并起来选 投票也是 我们变投票 我们就有一些钱 補助他们中算的人 不要参加流氓政府的选举 因为你所投的每一票 无论你投哪一个政党 哪一个颜色 都是在支持这个体制留在台湾的合法性 这个制度就是如同这个板子 正在人物在这里 发到要是 说他开什么 牛肉 要让大家 过得行好 现在薪水要加到2万5以上 这一块板子就是那个选举制度 有人已经觉醒了 离开了 各位要不要离开 这一群人离开之后 这个板子会怎样 掉下去 这个制度会瓦解掉 他们留在台湾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 所以不可以去选举是这个意思 不可以去参加这个政党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无论是控制 还是结局要选举 都同样 有人说 没选举 整个板子会磅磅磅磅 现在已经磅磅磅了 现在已经整个板子磅磅磅了 怎么办 没问题了 我们就要让这个选举这一桌瓦解掉 这个流氓健康才会结束 理性来分析 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 来分析你看到的真跟假 看一下案例9 204 204 oh my god that sucks,I'm sorry you just ruined all my stuff get some napkins cleaned up,it'll be fine fine?there's coffee inside of my computer you know what?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 get out of my way Oh my God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 Oh my God Holy F*** A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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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條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鴨瓶是真的假的 假的請他去手 真的請他去手 沒有人說真的 大家都知道假的 我再問他一個問題 那個人會瀑起來 那個現象 那個圖會走出去 這個事情 他記一聲 那個切會落出來 這三項東西 真的請他去手 假的請他去手 真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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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件衣服 要顛覆大家一個觀念 我剛才不是說 分析你看見了真與假 那我們看一下解答 下面那個影片 是九之一嗎還是 謝謝 那這人瀑起來了 有沒有 你看他用超能力 那兩支點推 對 對 你看看喔 他用超能力 把車停掉 用超能力 讓他藍杆 用起來 再用超能力 把藍杆走下來 好 換掉 藍杆真的假的 電腿真的假的 電腿真的假的 物理現象 機械的作用 剛才那個人 不是 那個人也是機械的作用 那個圖會走出去 是不是遙控器 插機器箱的落來 不是機器箱的落來 是後面有機關 這三個東西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大家在說話 我要跟大家說一件事 我們看東西的時候 人家看標明的 不要受表象欺騙 表象的背後有真相 台灣現在 我們台灣人不想 就是因為 每天都在做標明的 真相我們看不到 我們去 對球 這個新聞的後面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到底我們很多東西 向暗藏的事實是什麼 所以我在這裡 要顛覆大家那種真假的 事實 與現象 要分開來看 分開來看 我們就可以看清楚 台灣國際地位是什麼 台灣國際地位 我們現在 漸漸一步 要走回去 國際政壯的位置 大家要去思考 我們未來 要如何管理自己的台灣 今天大家上課上了 兩禮拜後有個結婚 好不大家 邀請更多親人朋友 喚禁他的角色 今天很多人是親人朋友 介紹來了 對不對 應該有對你身上 得到什麼益處 不過是希望他來上課 他知道他覺醒了 他知道這些訊息 我們台灣人的身份是什麼 我們台灣人的身份是什麼 希望你來上課 讓你也知道 趕緊 讓我們更多人更生 讓我們更多人更生 我們台灣 才會更快回合我們政上課 今天演講到這裡 謝謝 各位同心 我這邊宣布一下 昨天沒有拍到個人識別證的 等一下12點50 吃完飯之後12點50 到前面辦公室 找工作人員拍照 然後1點10分 1點10分 拍團體照 在前面的大門口1樓 1點10分 拍團體照 12點50分 拍個人的識別證 餐廳用餐謝謝 中間那間教室在考試 不要進去中間那間教室 從外面繞 從外面繞 謝謝